就跟一些文人诗人写诗 诗写得不错 秦谈得也不错 后来写了一个子虚妇 这个被皇上看了 不错 什么人写的 一调查 年轻人的司马相如写的 不错不错 还挺赏识他的 就把他派到边疆去做 少数民族的调节工作 团结工作 你别看他还真写了一些文章 就是一些措施 使得这个边疆的工作也做得不错 可是他升了官发了财 有人举报他贪污了 哇这下子了不得了 官没了 没了经济来源以后呢 就穷了 可是呢 听说呢 这个卓王孙呢 有个漂亮的女儿 叫卓文俊 他就想怎么能够去他们家 看看这个漂亮的女儿呢 于是有人邀请他 说卓王孙家里要宴请 要开一个联欢会 他说 对 我得去 于是呢 他就上了卓王孙家里去了 那里的名流们全都来了 有诗人 画家 秦家 什么人都有 当时有人 司马向如 小有名气 因为写了 子虚赋 有人说 向如啊 你给咱们来一段吧 这时候他心里头 想的可是卓文君呢 我来一段行 我得观察观察 他在不在这儿啊 屏风后的抢了一个女子 哎呀 太漂亮了 心里碰碰的跳 果然是 绝代佳人 这个卓文君呢 也是刚死了 丈夫 正在家里头 手挂 他猛然看到了向如 哎呀 真是相貌堂堂 文采出众 琴弹得好 唱得也好 于是呢 司马向如拿了琴以后 对着屏风 放戏 放戏 为故乡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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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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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 don't you 月起盛子堂 有眼淑女在闺房 谁儿仍下渡我长 何人究竟为冤阳 不将心共享 这个手里弹着眼里还看着 勾着